首先我想要先就時代力量已經提出的這個整併退府會的事情 我相信在副委以後我們會有更多的細節的部分可以討論 但是我想先問現在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新聞局的業務新聞局已經整併了 但是他的業務現在是全部變成沒有人做 還是他轉到其他專責的部門 當初新聞局他裁冊的時候 他同步的在行政院設立一個發言人士 那這個發言人士他把這個新聞局的工作做了概括性的一個整合 那當然其他 我繼續 例如還有國際宣傳現在是誰在做 本來是新聞局嗎 這個大概在我們的業務考量 是在外交部 在外交部 那影視音樂的政策現在是哪一個部會在做 我沒聽懂我的例子 影視電視電影還有音樂的政策 本來在新聞局 新聞局整併以後他現在在哪一個政府部會做 委員所提的這個跨部會的這個領域 我可能沒有辦法去聽聽 沒關係我告訴你他在文化部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你 本來新聞局的工作整併到不同的部會 專責去做以後 新聞局雖然沒有了這個局 但是他的業務並沒有變成沒有人管了 那同樣剛才我相信主委也知道 世界各國例如說法國其實也有很多是把退府會 退府的工作放在國防部裡面嘛 也是有一些這樣的案例 對不對 有部分的國家是這樣 所以我想未必是只有一個獨立的部門 才能夠把退府的工作做好 把這些這個這個 我相信以時代力量的立場來講 我們屆時在這個委員會裡面審議的時候 我們會詳細的來詮釋說 為什麼我們認為從招募訓練服役到退休後 以及退休後的輔導 都應該在同一個部會裡面 一條邊的來管理 那我們相信這樣會比較有一貫的政策 我們也不是主張說 就完全退府會的本來的這個業務就都放棄 所以在這邊我想也可以讓退府會的同仁放心啦 我相信目前即便主張整病的 也沒有認為各位的工作不重要 而是怎麼樣能夠有一致的這個管理 那在這邊我想先秀兩個這個畫面 讓這個主委知道各界 我相信各界對於退府會的批判 主委應該都知道 包括這個監察院啊 還有像預算中心啊 那當然有太多的委員提出各種批判 那我想請問主委是不是都知道 我了解 同時也 了解委員剛才的立場 但是站在 我們如果說要替這個制度 做完善的規劃的話 專責機構 當然是有它的比較性 我想這個我們在之後的時候 我們再來審議 那我想比較重要的是 我可以看得到你們這一次的報告 跟這個過去舊政府的報告 看起來你們的確有一些改革的決心啦 我可以看得到強調的部分 也跟之前上一次我們在質詢 退府會的時候的報告 有一些略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可以感覺得到你們想要改革 那在推動改革 所以因此我要重複來講 我之前對退府會要求的幾個很重要的資訊 那最後都是被非常潦草的回應 我想第一個 我們要求持股實質過半的公司名單 結果我不知道主委是否知道說 結果我們得到的回應是說 按照這個相關的規定 並沒有計算的方法 我想主委你知道什麼叫做實質過半的概念嗎 我想聽聽事業管理處處長 他如何來說這個事 委員好我是事業管理處長 關於委員上次在上次的委員會裡面關心這個議題 後來我們回去查證了相關的法令規定 裡面有兩個法令規定 對這個有解釋 一個是國運事業的管理法裡面 它有一個規定 就要政府實質出資過半的才是 第二個是在102年的時候 最高法院它有個刑事判決 它的刑事判決裡面講 政府出資資本額超過50%的公司 依國運事業管理法的管理法第三條的相關規定 固署國運事業為所謂政府資本 自需依由國運負負負負責 其實你們也有回給我 那時候我要問 本會洽詢行政院法規會表示 國運事業管理法未有該等認定及計算方式 就是說你們沒有實質過半的計算方式嘛 是這個意思嘛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指的是我們轉投資事業裡面 有交叉持股的這部分 其實他們這些所有的公司 通通登記在經濟部的 通受經濟部的商業司來管理 所以說他們登記就是民營公司 那我要問的很簡單 既然是民營公司 就有民營公司的習慣的做法 而不用管什麼國運事業管理法 他是怎麼認定 我要知道是實質過半 也許在我們的政府的條列裡面 他不是國營公司 但是既然你說他是民營企業 我們一般民間怎麼算實質過半 這個大家如果有稍微做過生意 或是在社會裡面怕打一個就知道 你親差問也知道 什麼叫實質過半 你轉投資到A A再轉投資到B 你A裡面本來持股多少 就是你的可以再算進去的嘛 所以你現在又說要依照這個 可是你又說他是民營公司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只需要知道實質過半 即便他在這個政府上面的條列 他不是國營企業 但是我要知道我們有哪些是實質過半的 有沒有辦法算出來 報委員我是主任秘書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談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先定義什麼是國營事業 因為我們說國營事業要的相關的東西 要送到立法院來的時候 那他第一個他算不算國營事業 那我們再算國營事業的話是以直接的 那你會不會建議我們修國營事業的法律 那個是另外一個我先回答 我現在就是說剛才委員強調的 實質上是談到一個直接持股跟交叉 就是間接持股交叉持股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我們不否認 如果這個過半事實上 對公司有實質的控制力 好我想委員大概是在講這個 實質控制力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按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你們相關的規定 那這樣子交叉持股這樣的計算是超過 那這樣他是有實質控制 我要這個列表 對這是有實質控制力 沒關係其他的規定沒關係 你讓我知道這個列表 不要不回給我這個列表 主委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些立法委員 代表人民在這邊質詢 希望知道實質過半的 你們不要說他們不是在計算在 是國營事業等等 我們就是要知道實質過半 也就像剛剛主任秘書說的 他其實是有實質控制力 我要這個列表是不是合理 對上一任的舊主委回給我們 舊的這個退府會回給我們 是沒有寫給我們列表的 所以希望這一份可以謹慎的 給我一份這個列表 第二個我說我要知道 每個公司退休金提拨的狀況 只回給我說 上符合勞動部支輔導做法 我們有幾十家公司 我要保障的是勞動的權利 勞工的權利 融電的事情發生這麼大 最後還要用我們本來 退府會自己的基金來去負擔 這個事情 不能只用上符合勞動部的輔導做法 所以我要的是很清楚 上次也講很清楚 所有的公司 退休金現在提拨的狀況 就是一個列表 夠或不夠 然後大家人民也會有判斷 他們的這個勞工也會有判斷 絕對不是用這個退府會 一句上符合勞動部的輔導做法 是不是符合大家可以一起看 所以我想請問主委 你認為我們要求清楚的 所有的這些公司的 退休金的提拨狀況 這是不是合理 好 那第三個我們要求的是 轉投資公司董監事會公會 代表的制度 裡面我要問 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 應該要有我們勞工的代表 因為這些勞工很多是我們要 我們輔導轉職的這些 退休的這個士官兵嘛 所以我們希望知道 但是我知道 結果你們在裡面寫說 我那個那個 這些自始即為民營公司 且企業規模小員工人數少 股份部分叫集中 本會多為公司名義上的大股東 為在民股合眾聯合下 股權實不如各民股之結合 影響性受限 這個我真的看不下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公司以後不接受 我們的退休 這個退休的士官兵來上班 也可以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們的退府會 在安插高階將領 進去當老闆 就有辦法 我們在安插他們的 自己的親朋好友 進去上班 就有辦法 結果我們今天希望 有一席 勞工的代表 進去當董事 一席而已 就沒有辦法 那你還要怎麼保障 他們的勞動權利 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這個 委員觀念是勞工權益這一塊 這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我跟您報告 依照國營事業管理法裡面 國營事業才可以 才需要 一定要派出法定的勞工董事 但是民營公司裡面 委員要知道我們的持股 幾乎都沒有超過50% 所以 民股一反對 表決反對 你還是沒辦法是勞工董事 我了解 但是我們必須 以人權為高標 以勞動權利為高標 這我們可以透過董事會 跟民股董事 希望能夠 他們能夠取得 取得共識 我們可以去爭取 但基本上 在表決的時候 因為沒有超過50% 都還沒有開始表決 你都還沒有提 我會跟您報告 我會透過董事會 把委員的意思 轉告我們所有的轉投資公司 你們要先努力試試看 我們會的 今天哪有說安插高階將領 我們會的 對不對 怎麼會有說他們那些高階將領 要安插自己的親朋好友上班 都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說可不可以 有一個勞工代表 說 股權實不如 各民股之結合 影響力有限 那你根本連老闆 你都沒辦法派了 您這部分我們會去努力 我們一定會在最近的董事會裡面 來提出來 而且我們明明就是董監事實職的多數 在很多地方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要努力去合眾聯合 找 而且你不要認為明股就一定反對 對不對 那何況我們還說我們是要保障 我們這些 退休的士官兵去上班 所以有他們的一個代表 在董監事會裡面 就是我們保障的方法 要不然我們退府會要怎麼保障 他們只能練習旁聽 又不能看公司資料 他們又不能表決 又不能提供任何意見 所以我強烈要求主委 我們依序這樣的規範我們來做好不好 是 拜託主委 感謝主委在這邊肯定 這一個方向 一定要有勞工代表 這個 如果我們要保障這些 退休的這些士官兵的權益 就一定要有勞工的代表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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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